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本教人有智慧而不是变聪明的书 有许多书能够教人变聪明 但这本书也只有这本书却会教你得智慧 我宁可求智慧不求聪明 有聪明只能够赚大钱 但是有智慧才懂得怎么样过人生 每个人读这本书的方法各有不同 有人把它当药来用 每天读识节魔鬼就不敢进身 有的人则是借助言经材料 他们经文读得不多 言经材料倒是读得挺多 常常是快速浏览经文以后 接着研读这些经文的注解 神要我们如何研读他的话语呢 首先我要告诉各位 圣经一词的原文是复数型 而不是单数型 源于希腊文的Biblia 意思是书卷合集 也就是套书从书的意思 圣经是许多书卷的合集 有诗歌 箴言 历史书 汉仙之书 我们读经一定要一本一本地研读 现在的圣经已经受到严重的破坏 在圣经里标注章节号码 以至于今天许多基督徒变成照本宣科 如果我要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我多半会说成西西家书三章十六节 或是随口取个书名喊章节 之后便会看到会众翻找着圣经 努力找出西西家书三章十六节 但是圣经里没有这本书 有个人听了我的录音带一段时间以后 来问我说 大卫 你是个经学教师 为什么你讲经从来不用经文的章节号码呢 我回答他说 因为神从来不打算在经文中标注章节号码 这种做法切割了神的话语 并不符合上帝的本意 有哪一本书像这样每个句子都有编号的 这种做法不是很奇怪吗 整本圣经囊括了很多卷书 我们必须了解每本书的类型 写作的目的还有里面的内容 我写过一本书 名叫《正常基督徒的诞生》 出版以后我非常的惊讶 书里的内容明明是讲重生 以及如何帮助别人重生 但是这本书出版以后呢 大英图书馆却把它收藏在 分娩这个书类里 所以现在如果想到公共图书馆去找这本书 得到妇科类才找得到 一个人到图书馆去借书 不可能借阅原艺书来学烹饪 也不可能借阅小说来学电脑 但是有许多人却会从圣经断章取义 不管前后文也不问经文出处或背景 就认定那是神的意思 有一段经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凡事指的是哪些事呢 我常常会问会众 靠着基督你能做哪些事 他们会说 做见证 医治 祷告 我说 其实这节经文指的根本就不是那些事情 它指的是 一个人必须要靠自己的收入为生 这段经文在现今是非常重要的 保罗说 无论什么景况 我都可以知足 我能处丰富 也能处卑贱 这秘诀我已经学会了 我最近发现 某个教会中 有三分之二的会众都在负债 他们需要明白这段经文的意义 要控管自己的薪水 适当分配收入 这全靠着 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 我能靠着退休金度日 非常切身 但是如果断章取义的话 就会完全抓不到它的含义 经文所属的文本 是它的重要背景 能说明经文完整的含义 现在我们先来谈谈四福音书 福音书可以说是读书一格 新约圣经中有历史书 书信 还有先知书 另外还有四部非常特别的书 这四部书跟其他书卷非常不同 我们称之为福音书 什么是福音书呢 它不是传记 当然更不是自传 因为耶稣从来没有写过书 它不纯然是传记 因为四本福音书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 在描写耶稣的死 一般传记不可能花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 来描写主角的死 无论这个主角 它死的是多么轰轰烈烈 那么什么是福音书呢 在现在生活里 我能够想到最贴切的比喻 就是新闻报道 福音书就像新闻报道 让人一读就懂 并且让人觉得兴奋 想要找人来分享 福音书最好能够大声地念出来 就算自己一个人在读福音书 如果能够大声地念出来的话 你会有很大的收获 就算如果是念给别人听 自己也会受益良多 我个人很喜欢念圣经给别人听 喜欢的程度甚于讲道 因为圣经每个字都值得你用心聆听 但是我的讲道不见得字字精彩 福音书是一种特殊的文体 福音书的作者见证一件事 那是他们亲眼看到 亲耳听到的 他们把那件事当作新闻 昭告世人 所以福音书确实是广义的新闻报道 这是一开始的情况 然而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那个时候曾经目睹 耶稣所作所为的证人却越来越少 因为他们都相继去世或殉道 不过在此同时教会却越来越大 拓展范围越来越广 于是问题就出现了 当年曾经亲身经历这些事 能够传扬这则新闻的人越来越少 而需要听到这则新闻的人却越来越多 这么一来该怎么办呢 答案就是把这事写下来 不能拖 在见证人全都过世之前 必须要白纸黑字的记录下来 所以今天我们才会有这些 记载耶稣生平的第一手资料 翻开圣经 我们首先会发现有四部福音书 为什么有四部 如果只有一部不是方便得多吗 而且我相信读过的人都会发现 四部福音书有很多重复的地方 那为什么要有四部 神为什么不把这四个人找来 共同写成一部福音书 每个人写自己知道的那个部分 然后写成一部福音书 以前有人这么试过 多年前 我很欣赏的一位作家 名叫科罗夫 在座有他的书迷没有 我住在吉尔福德的时候 尤其爱看吉尔福德犯罪案 内容是描述朱贝山的谋杀案 科罗夫是圣公会的司导员 住在萨里的吉尔福德 他写侦探小说 他对铁路很有兴趣 跟我一样 科罗夫他决定把四部福音书 写成一个故事 结果他真的做到了 这是科罗夫的综合福音书 看起来这是很聪明的做法 可是却少了一点什么 我现在不看这本书了 刚开始我很喜欢 以为会节省我很多时间 因为不用读四本 只要读一本 后来我发现 四合一的做法 抹杀了一个很重要的层面 要知道 上帝在圣经中会重复某些事情 在《创世纪》第一第二章里 两次讲到神的创造 在《历代志》和《猎王记》中 两次讲述以色列的历史 在这里则有四部记载 讲述耶稣的生与死 用意是什么 因为有些重要的事情 神要我们从不同角度来看 这样才能够从各个角度 看到全盘的真相 有的时候是两个层面 但是对于耶稣 我们可以从四个层面认识他 从四个全然不同的层面 来看耶稣 我没有坐过牢 但是据说坐牢的人要拍照 这个角度拍一张 然后这个角度再拍一张 一个月以前 我这样告诉别人的时候 被一个坐过牢的人纠正 他说 现在犯人要拍三张脸部特写 取得犯人脸部的完整特写 以便日后确实辨认 我最爱的飞机之一就是鞋和客机 我很欣赏鞋和客机它的造型 它连停在地面上的时候 看起来都像在飞行 这和它的造型有关 要怎么样用言语来形容这样的外形 不太容易吧 是不是 你可以直接说它是Delta型 别人就知道它像三角形 那是希腊字母D或是三角形的形状 名副其实 但是如果是这样看又是什么形状呢 事实上 如果要拍摄鞋和客机的照片给别人看 至少得拍个四五张才行 否则绝对看不出他的全貌 他从每个角度看起来都那么令人惊奇 耶稣是有史以来最令人惊奇的人物 因此神启示四个人 代替世人从旁观察他 并且写下他们的所见所闻 简单地说 他们四个人看到的耶稣都不同 也就是同一个耶稣 让他们看到不同的表现 还有特质 一般习惯这样来区分 马可所看到的耶稣是一位人子 他写下第一部 也是最简短的福音书 之后马太写下第二部 他看到的是耶稣是犹太人的王 第三部是路加福音 他看到的耶稣是世人的救主 第四部是约翰福音 他看到耶稣为神的儿子 简而言之 有四种不同的角度看耶稣 但我们需要更深入探讨 有两方面需要我们来探讨 首先来看看作者 对不起 可能我跳得太快了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中间这个部分 为故人撰写生平 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写成的 通常是那个人的生平作为 复文就是说明故人的所作所为 因为大家对故人最先感到兴趣的 是他生平的所作所为 等到时间久一点 大家会想知道他说过哪些话 于是就开始出版他的书信 还有他的言论 最后到了第三个阶段 人们想要了解的是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包括了他的人格 他的个性 他行事为人的动机 他的厌恶 还有他的喜好 而四福音书 可以说正好符合了 这三个阶段 马可只关心耶稣所做的事情 耶稣的作为 神迹 他的死 和他的复活 马太和路加 则更进一步 写出耶稣说过的话 他们记录的耶稣言论 远比马可福音多 所以篇幅更长了 因为马太和路加福音 都是以马可福音为基础 再加进大量新的素材 约翰则是比较少记载 耶稣生平的言行举止 他最在乎的 我们下一次会谈到 莫过于 耶稣是什么样的人 帮助我们 来了解 他的性格 他的内在 了解他是谁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三部分 一般可以从两个层面 来研究福音书 一是从作者的观点找眼 他看见什么 他是怎么理解的 他的看法 跟其他三个人不同 那么他究竟如何看待耶稣 内心所见的 比眼见更加透彻 但那只是其中的一个角度 研读福音书 还得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读者的角度来看 读者要问 撰写这部福音书 背后有什么目的 是为谁写的 为何写的 因为作者不单是 说出心里的话 告诉我们 他看到哪些事 更是针对某个特定目的 还有一群特定的读者 而写作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务必要从这两个角度来看 作者的角度 以及读者的角度 作者的看法 和写作的目的 它是写给谁看的 希望教导谁 希望我们往后眼睛 都奠定在这个基础上 现在我们从这两个角度 来看看马太福音 我们称前三部福音书为 对观福音 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个词 对观的英文 Synoptic 是由两个希腊字所组成 Syn代表一起 optic代表看法观点 就是说 这三部福音书采取的观点相似 他们对耶稣的看法雷同 而约翰福音则自成一格 你一定注意到 其中有什么不同 马太马可路加 这三本福音书 跟约翰福音不同 先来谈谈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是一部高潮叠起的新闻作品 采取新闻方式写作 像是在公布新闻一样 他很快带过耶稣公开侍奉的前几个月 谨慎地把这段时间分成前两年半和最后半年 这是马可的时间架构 后来的马太和路加也沿用这个时间架构 有三十个月的时间 耶稣在北方的加利利传道 那个地方四海一家 各国人都在这里聚集 国家开明 民风开放 但是南部的犹太地区都是民族主义者 人民心胸狭窄 尖刻又孤僻 耶稣在北方广受欢迎 但是在南方却受到了排斥 所以他才会死在南方 而不是北方 北方想杀耶稣的只有他的乡亲拿撒勒人 企图把他丢下悬崖 但是整体而言 耶稣广受北方人民的爱戴 跟随他的人数以千计 到了南方以后 耶稣的麻烦就接踵而至 就是这样的时间架构 马可渐渐把故事带进高潮 高潮就在南方 耶稣在北方的日子过得从容悠闲 但是一到了南方 紧张气氛升高 情势高级 除了渐渐带入故事高潮之外 马可也开始放慢速度 他用几页的篇幅 很快地带过几个月的时间 事实上 整整前两年半 他只花了几页的篇幅而已 后来耶稣上了船 就马上渡到另一边 他大概坐的是一艘喷射船吧 每个事件都是立即发生 各位注意到了没有 新闻报道就是会让读者兴奋不已 然后逐年济世变成了逐月济世 接下来的几个月就占掉好几页篇幅 然后逐月济世变成每周济世 每周济世变成每天济世 每天发生的事都清楚记载 到了最后一天 更是描述每个小时所发生的事 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像特快车慢慢减速 进站以后 最后停在十字架前面 马可福音所建构的一切 都是以十字架为终点 放慢叙事的脚步来带进十字架 一面营造高潮 一面放慢叙事脚步 这是新闻写作的杰作 所以马可福音非常适合 给那些完全不认识耶稣的人阅读 帮助他们认识 我们所信的这位奇妙的耶稣 我们现在先不管马可福音 来看看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用的时间架构 跟马可福音一样 但是内容却做了大幅的改变 首先是篇幅 马太福音的篇幅长多了 他加入的内容包括了 耶稣的出生 圣灵感孕 博士朝拜圣英 也就是圣诞的故事 这部分马可福音完全没有 马可福音是从耶稣三十岁开始写起 马太则追溯到过去 加进更多内容 所以时间点更早 他做了很多的修改 等一下我们会再一一讨论 马太修改马可福音 带出另外一个层面 他把迷途羔羊的故事 放进截然不同的前后文 迷途羔羊 指的不再是罪人 而是一个堕落的基督徒 马太他略去了很多事件 他所侧重的是耶稣的言谈 马太大量地记载了耶稣的言论 并且把它们集结成为讲道训词 马太福音当中总共有五篇讲道 最有名的就是第一篇登山宝训 另外还有四篇讲道 这是马太福音的特色 跟路加福音的写法 是完全不同的 路加是在叙述过程当中 插进耶稣的言论 马太则是把言论 集结成为五个主题 这个稍后我们会再探讨 他这么做有特别的目的 据说耶稣当时说这些话 是在不同的时间地点 马太将这些话集结起来 成为五个部分 马太是犹太人 摩西律法分成为五个部分 也就是圣经的前五本书 我们称之为摩西五经 表示有五本书 摩西五经 耶稣五训 马太想表达什么 他想说的是新的律法已经来临 如今不再是摩西的律法 而是耶稣的律法 这一点我们回头再谈 马太福音的结构相当有趣 它是以言行交替的方式记载 先记录一段耶稣的话 再描写一段耶稣的事迹 再记录一段耶稣的话 再描写一段耶稣的事迹 这样交替五次就像三明治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马太福音的结构 每一篇训词的后面 都有耶稣的事迹 来阐明训词的意义 因为耶稣是言教和身教并行的 所以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 也要身体力行 要让人看见并且听见 这就是马太他所要表达的 马可的做法是直接让我们看见 耶稣的所作所为 但是马太要我们听听耶稣的话 再看看他做的事 讲道跟事迹重复的交叠 就形成了五层三明治 在最前面加上耶稣的诞生 最后面加上耶稣的死汗复活 就成了马太福音 这是马太福音的结构 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 发现了一件事 那就是他的犹太位非常浓厚 显然是把读者设定为犹太人 首先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 犹太人不会把神说出口 因为犹太人他们深怕妄称神的名 我从来没有说服过任何一个犹太人 开口说出耶威 他的意思是西伯来语中的上帝 我曾经诱使他们说出口 问他们神的名字该怎么发音 他们才说个耶字 就马上注口了 接着他们告诉我 你骗不到我的 他们绝对不说出口 他们深怕妄称神的名 他们宁可用天来代替神 他们会说上天帮助你 向天祈祷 上天赐福于你 所以在马太福音里 很少提到神的国这个词 在路加福音当中却到处都有 马太在记载耶稣的时候 他用的是天国这个词 天国对犹太人来说 比较容易接受 在犹太年鉴当中 我们绝对看不到神这个字 但是常常会出现怪怪的 大写的G 接一个破折号 再加上一个小写的D 如果你翻开犹太年鉴 会看到通篇都是大写的G 加上小写的D 这个字就代表神God 但是他们不敢完整拼出来 以免忘称神的名 所以马太用天国来表示神的国 可见他是考虑到犹太读者 因为马太看耶稣为犹太人的王 整本马太福音都在传达这件大消息 还有其他线索 说明马太是针对犹太读者写作的 例如他所引用的旧约经文 比其他福音书来得多 马太在写作的时候 他特别喜欢强调 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 这句话光是在耶稣降生的故事里 就出现了十三次之多 马太分别引用了 弥加 和西亚 耶利米和以赛亚的话 这是作者的用心 虽然马太福音并不是最早写成的福音书 但是却列在新约的最前面 这是因为它跟旧约的关联比其他福音书大 可以作为旧约的延续 如果你把旧约读得很熟了 然后再来读马太福音的时候 那么你就会发现旧约的预言 在马太福音里实现 马太福音共有二十九处 直接引用旧约经文 而间接提到旧约的地方 则多达一百二十一处 你们可以把这个数字记下来 一百二十一处 马太对旧约圣经非常的熟悉 所以他要大费周章解释 耶稣出生在伯利恒 因为早有先知预言 犹大的伯利恒啊 有一位君王将会从你那里出来 所以马太特别强调伯利恒 有一次耶稣在讲道的时候 群众里有人问 这人会是弥赛亚吗 有人回答说 不可能 因为他生在拿萨勒 我很讶异 耶稣当时竟然能够保持沉默 我做不到 你做得到吗 我会大声驳斥说 你错了 他不是生在拿萨勒 他生在伯利恒 但是耶稣却沉默不语 马太想要清楚地告诉犹太人 耶稣出生在伯利恒 所以他详细描写耶稣的出生 好让犹太人知道 耶稣成全了先知的预言 再来是耶稣被钉石架 这对犹太人是一个大问题 他们不懂 耶稣既然是王 为什么还被钉石架 马太提出了清楚地解释 耶稣是无罪的 他不断强调这一点 他不要犹太读者以为 耶稣是犯了亵渎神的罪 违反了神的律法 所以才被处死的 此外 马太福音还强调 另外一个重点 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的 耶稣来不是废掉律法 而是成全律法 马太福音里有一句重话 是历来基督徒的难题 这段经文说的是 耶稣说 律法的一点一化 也不能废去 这段经文让我有罪恶感 因为我正在违反摩西律法 我常常违反摩西律法 还是某一个犹太家庭帮我的 因为摩西律法说 不能穿着混合材质的衣服 米加勒还是我的守护天使 但是某一个犹太家庭 害我违反了这条律法 你们知道 基督所谓的一点一化 那是什么 这是我们必须要厘清的问题 另一条律法是 如果房子里有什么灾病 为了邻居你得放火把房子烧了 不是找人来消毒 为了邻居好 你得烧掉房子 另外如果你的房子要扩建 设置阳台 那一定要加装栏杆 免得邻居的小孩子爬出去以后衰落 这个规定不错吧 此外还有建筑规定 衣服的规定 以及厕所摆设的规定 耶稣说 律法的一点一化也不能废去 马太写出这点肯定让犹太人感到如是重负 因为他们以为耶稣来是要废掉律法 马太却说不对 他来是要成全律法 这也就是说我们得继续和摩西律法奋战 虽然说马太他非常重视犹太读者 可是整体而言 马太他也很重视外邦人 有一些教导是违反犹太人观念的 马太相当看重外邦人 博士到伯利恒朝见圣英 虽然我们不能确定 但是博士应当是外邦人 在马太福音的最后 耶稣说 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让犹太人以外的万国万族 也都来做我的门徒 所以马太福音不只是针对犹太人所写的 我听过很多人说 马太福音是给犹太人的福音 不,他不是 他只是对犹太人最有帮助的福音书 我遇到过一个犹太人 他读完了马太福音第一章就信主了 你相信吗 第一章是耶稣家谱 全都是祖谱 我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 觉得圣经乏善可陈 只有冗长的祖谱 像是谁生谁,谁生谁 从头到尾都是祖谱 可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里也是这样 记载耶稣的家谱 这位犹太人他决定信主 是因为他从家谱体认到 耶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这一点说服了他 因为对犹太人而言 家谱证明一个人的来历 所以这个人他读了马太福音第一章 就决定相信耶稣 可见家谱有他存在的目的 在马太福音里有一章 全部记载的是犹太人的苦难 什么是苦难呢 就是咒诅 是祝福的反面 耶稣所说出的咒诅 跟祝福一样多 我每次到加利利的海边 都会想起耶稣的咒诅 因为现在去到以色列的人 都要住在提比里亚海岸的饭店 但这个礼拜别去 听说那里饭店全都淹水了 加利利湖的水位上涨 起因是黑门山的雪茸 所以导致了饭店整个淹水 原本干涸的加利利湖 至少要四年才会恢复水位 现在却满到淹水了 但是提比里亚还可以住 知道为什么吗 在耶稣那个时代 有二十五万人住在加利利湖边的四大城市 二十五万人是当时人口最多的地方 现代游客到那里去 会说很漂亮吧 我眼前的景色耶稣也曾经看过 绿油油的山林浪漫到了极点 曾经有二十五万人住在那个湖边 现在那些人呢 那些城镇呢 答案就是耶稣说过的话 加白农啊 加白农啊你有祸了 博塞大你有祸了 哥拉逊啊你有祸了 现在这些城市都已经消失了 只有提比里亚没有受到咒诅 所以至今还在 我告诉各位 被耶稣咒诅是悲惨无比的 在马太福音中耶稣咒诅犹太人 他说 爱在会堂居首位的有祸了 喜爱人称你为拉比或富的有祸了 整个马太福音二十三章 记载着对犹太人的咒诅 我想 马太至少是一个诚实的新闻记者 虽然是写给犹太人看的 但是他诚实地说出耶稣对犹太人的看法 马太福音主要锁定的读者是犹太人 为什么马太要对犹太人这样大声疾呼呢 因为在他写作的时候 有越来越多的外邦人 开始进入教会 犹太人跟教会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事实上 在主后八十五年 就是马太福音刚刚完成的时候 主后八十五年 基督徒就被犹太会堂逐出 在那个时候 犹太基督徒被会堂逐出 他们不准在会堂中敬拜 教会从此分裂 我记得有一次我惹了一个麻烦 因为我说亚伯拉罕跟摩西如果在今天都当不成以色列国民 这是事实 只是没有人敢说 一个犹太人可以信奉 无神认不可知认不可知认啊 或者是佛教等等 你都还是以色列国民 你都还是以色列国民 唯独信耶稣 那是不行的 亚伯拉罕以及摩西都相信耶稣 以利亚也相信 所以他们都当不成以色列国民 那是因为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 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分歧 犹太人跟基督教会之间有很大分歧 因为最初教会里面只有犹太人 门徒跟会众也都是清一色式犹太人 马太专程写这本书给犹太人看 时间点正好是教会快要分裂的时候 他的用意是什么呢 有两个原因 首先他想告诉犹太人 教会的门永远敞开 他希望和犹太人保持关系 马太是犹太人 那些都是他的同胞 耶稣本身也是犹太人 所以教会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 马太要告诉他们 教会永远不会拒绝犹太人 他心里跟保罗一样渴望 犹太人回转相信弥赛亚 第二个原因 马太之所以为犹太人写了这本福音书 是希望基督徒不要忘记 犹太人是基督徒的祖先 马太福音特别强调 耶稣是出于犹太血脉 耶稣源于犹太历史 并且追溯耶稣的家谱 到亚伯拉罕和大卫 所以他一方面告诉犹太人 不要拒绝基督徒 另外一方面告诉基督徒 不要放弃犹太人 马太福音把犹太人和基督徒 带回同一条路 他在这项特别的任务上 扮演着无可取代的角色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一集我们再来谈一谈 马太福音对基督徒的重要性 我是一个外邦人 我想在座大多数人也都是外邦基督徒 我偶尔会被误认为是犹太裔基督徒 那是因为长相的关系 这个鼻子是家族遗传的 虽然我不是犹太人 但是我很喜欢马太福音 我喜欢他所传达的信息 好了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